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 里面还有许多的细菌和微生物,所以我们尽量喝进过特殊处理的水。 今天啊,小兵给大家介绍的是,一个村子里的村民们喝了几百年的水,在一次旱季,水位突然下降,河滴显露出来,村民们看到后啊,感到阵阵作呕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大家跟着小兵一起来看看吧。 这个村子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,这个水库也陪伴了他们几百年,随着他们的祖祖被被流传下来,尽管经历了这么多年,他仍然没有干枯, 几乎附近的几个村子也是从这个水库取水,一共生活使用。 大家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条河流的异常,还感觉这里的水非常的甘甜。 但有一次长时间的干饭,导致这个水库部分地方干枯了,就是这一次干枯后出现的景象,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惊悚和恶心。 这到底是怎么了? 原来那部分干枯的地方出现了人为建造的痕迹,经过人们的辨别发现,那是一座古墓群。 人们一想到喝了几百年的水,竟然是古墓水,就觉得非常的恶心,恨不得把胃都给吐出来。 对此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